原来借出的钱也可以轮回的 我借出的钱 虽不是这场借贷关系的初点 但却成了还贷的终点 我自认为在婆婆和老妈之间 一直是一碗水端平的 却在镯子事件中 本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 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卑鄙 这天没一件让我高兴的事 这怎么了这是 谁又让你生气了 哦 小柔 小柔 下来 给你妈道过去 她没在家 那是谁啊 不可能是赵毅吧 你 都是你惹我生的气 不是 我这店不是买回 你还生气啊 去吧去吧去吧 去玩你电脑去吧 他他他他 本来啊 我想夸奖夸奖你 等你心情好了的时候再说 我什么时候说我心情不好了 我跟你说啊 今天啊 我和亲戚吃饭 我出了钱 我就跟他说 咱们家这个AA 这是怎么怎么合理 谁挣的钱谁货 把他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他就委托我啊 代表他向你表示 致敬 怎么回来�嘅 운데 怎么回来 然后 走走去 跟我说 走 别 走 走 哎呀 说啥了 我得话一念 别哭了 妈给你想办法 你能讲个什么办法啊 小两口的事 咱们老人就别掺和了 别掺和 别掺和能行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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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怎么来了 你去让老王弄去吧 好的 妈 到我这来看看 把门关上 门关上 你帮你喝水 快热了 快轮干嘛呀 让你关上 我让她行吗 作为一个男人在外面捧场做戏 可以 但书里你是了解的 他在感情上 可是眼睛揉不得半点啥子 不是 妈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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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 我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这 怎么呢 我说话不明白 不是 赵毅啊 你是不是跟我装呢 我都亲眼看见了 我装呢 我看见你跟那女人呢 那女人长得 长得也不咋地嘛 两个人轻轻热热的 忘了 忘了 还让我提醒啊 那女人还那样 还让我提醒啊 喝 喝咖啡 你还喝那什么 那女人还这样 嗨 咖啡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这网子是跟我装 小虎丢的那天 小虎丢的那天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啊 脑子错了 哎呀 您是说刘云是不是 我不知什么云呢 妈 您把这事跟书里说了 我没傻子那种虫子 我知道什么事应该说 什么事不应该说 我没跟她讲 但是你必须得跟我讲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五一十的 你给我讲出来 啊 行 妈 别说一五一十 一五二十的 我给您把这事说清楚了 啊 这个女的呢 她叫刘云 她是您闺女王叔里的朋友 我那天是去跟她谈比生意 还是书里牵的馅儿搭的桥呢 是这样 您要不信 您问书里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赵云啊 这么多年来 你跟妈在一块 妈跟你咋样 嗯 我可是拿你当亲儿子似的 什么事你可不能骗妈 我告诉我 妈这两只眼睛 我跟你说 看啥看清楚 你说 真是这样吗 妈 您女婿是什么样的人 您还不清楚啊 我 我当然得跟您说清楚了 我要是蒙您 我不是缺德吗 哎 我 我不给别人机会 那她能得逞吗 您说 这么拍巴掌 能拍响吗 还不得这么俩巴掌 才拍得响吗 那苍蝇还不丁无缝的鸡蛋呢 我 我能干那事吗 我跟树林的感情 您 您应该明白啊 我就是怕你们两个 我这才来的 我 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都没睡好觉 白操心了吧 像折腾自己吧 妈 您送我一盒桃 这桃真好 我正准备给您送 您看看 这桃真的 您瞧 您瞧 漂亮吧 亮丽吧 这桃多亮丽 拿拿拿拿 我叫人给你包上啊 什么好事啊 这就不生气了 不告诉你 昨晚的事啊 还没完呢 昨晚还有什么事啊 你看 平常我走 你都会拦着我 这次我走 你理都不理我 平常你走 你也不是真走啊 你都是到院子里坐一会儿 你就上来了 谁知道这次你还真回娘家了 哎 你这么做 对我影响多不好啊 你妈今天都追到办公室去了 她去你办公室了 啊 那你说你妈有没有意思 她愣以为 她跟踪我啊 跟踪好几天 以为刘云 是我的外遇 你看 说曹操曹操曹操 刘云的电话 你接吧 喂 刘云呢 喂 舒里啊 你老公呢 没有 她上洗手间了 你找她什么事啊 这不是上次跟她一块合作做生意吗 业绩不错 我表弟呢 想谢谢她 所以说这两天想请她吃顿饭 而且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以后的合作事宜 那好啊 我转告她吧 对了 你今天什么时候开新闻发布会啊 快了吧 大概两三个月以后 你放心吧 她好像我一定通知你 好 保持联络 拜拜 你怎么不接她电话 我还敢接啊 省得你妈又来跟踪我 做贼心虚 来 张儿柔 你和那曹操怎么样了 我们俩都掰了 你不知道啊 掰了 我突然觉得这外国小伙子挺不错的 是不是英国人呢 有没有 皇室血统 你知道你妈妈可看不中血统了 她不是英国人 还皇室血统 她也是摩洛哥王子呢 真的 太好了 小荣 你可得抓紧点 你不许给我放弃 听也没有 走了 我女儿找了一个外国王子 我要让他们看看 要让张鹿看看 要让亲家母看看 看看我女儿找了个外国王子 我女儿 请进 我女儿 我女儿 我是贵客 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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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进 你知道我这贵客今天为什么来吗 为什么 是来找你们家小虎的 啊 哎呀 我说亲亲母啊 来来来来喝杯水 哎呀 谢谢 行了行了 啊 再别找我们家小虎了 真的 我都害怕了 别给我们再领丢了 哈哈哈哈 这你可是理解错了 嗯 我可是来感激小虎的 感激小虎 啊 怎么了 我中奖了 中奖了 中了大奖 一万块 一万 哪天你们家小虎 随便说了几个数字 一下中了三等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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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行啊 有你的 嗯 这不 哎 我给小虎买的东西 来感激的 你看 给他买的新书包 你看 他会喜欢吧 男孩子飞 多好 我这还买的铅笔盒啊 本啊 笔啊 一大堆 还有衣服什么的 哎呀 亲亲母 这小孩子就随便说说吧 你还当真了 那也得感谢他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家怎么这么清静啊 人呢都上班了 嗯 你们家老王是大作家 那应该坐在家里 才对啊 开会去了 做协开会去了 那 书姨呢 书姨也上班了 上班了 哎呀 书姨这孩子 自从她上了大学 我就没怎么见过她 嗯 这书姨 读了个大博士 书读完了吧 读完了 那 男朋友交的怎么样啊 哎呀 别听 别听 仇人哪 我就仇她这件事情 都二十八九了 哪是小了 到现在还没个对象 你说我能不丑吗 哎呀 你家小柔咋样 小柔心情交了个男朋友 嗯 前两天带家来了 挺好 我喜欢 哪了 干什么的 说是 啊 摩诺哥的一个王子 嗯 什么 什么哥的王子 摩诺哥 摩诺哥 摩诺 摩诺哥在哪啊 在非洲 啊 真是的 就说这种思念草场靠不住 能不能打关子告上 说倒闭就倒闭 我们以后怎么办 没戏别想了 师傅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厂子倒闭了 解赞了 关门了 这怎么倒闭呢 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谁说不是 快去领工资吧 大概情况就这 造质厂原址 被开发做房地产动态 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 一次性发放给职工安置团 厂子结散 第二 在郊区建一个更大的 现代好造质厂 我 对不起 我个人 会比较倾向于 在郊外建厂 一 是因为我们企业 还拥有大量的技术人员 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 我想 楼盘带给我们的利润 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如果我们在郊外 对不起 如果我们在郊外建厂 那我们查 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大家先别吵 听我说听我说 好吧 我们正在研究商量对策 目前呢还没有什么具体方案 研究什么研究 我们就要安置费 对啊 目前我们还有具体 没有具体方案呢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暖定啊 有什么事咱们都好商量 有什么都好商量 好不好 能不能派一个工人代表 小王 小王 来 带刘先生从后面走 我打电话给你 我等你一下 好好好 跟我来 同志们 听我说 我知道 大家对厂里的决定不满意 厂里已经再三和开发商研究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厂里 污染问题太严重了 开发商也同意 帮我们解决污染的问题 但是相应的安置费会减少 什么 怎么行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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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厂里决定 与其 少拿安置费 不如在郊区 重建一个新厂 那样 可以保证厂里 长远的利益 你是保证你自己的利益 对 对 你是保证你自己的利益 怎么行 好 同志们 同志们 我是一个 刚刚上任一个星期的厂长 可我深深知道同志们的苦 卖力不挣钱 一身臭汗回家 家里还有几张嘴等着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着急 我也希望我们的工厂 效益能够上去 可是同志们 你们知道吗 现在 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厂子 只要大家有一口饭吃 努力工作 改变现状 相信一定会变好的 对不起 怎么回事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骑车的 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啥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捡 你瞧 你这么大就往摊上撞 哎呀 你瞧瞧 瞧把苹果撞成啥样 你挺大的眼睛 往这撞 你瞧不给我撞 哎呀 你瞧 你瞧我干啥呀 我跟你说 我这条可是有工厂许可证的 合法经营你知道吗 我给你赔行吧 拿拿拿拿五十块钱 五十太多了 你师子大开口啊 五十也太多了吧 啥玩意大开口 你把我水果仗成这样了 你不得赔我来点金日损失费啊 勿工费啊啥的 照顾照顾我吧 我下岗了 我刚去上班单位倒闭了 我这刚才骑车子走神了 你不小心撞你 你啥下岗了 你也不能把我苹果装成这样 你瞧我 我卖给谁去啊 你还下岗 你工厂刚下岗 你刚倒闭啊 那是领导友方了 告诉你 我们工厂十年前就下岗了 十年前就倒闭了 那 我也下岗工人 比你都可怜 你还扯啥 赶紧拿钱拿钱 三十万 第五十 啥玩意三十啊 五十 你拿五十块钱这些苹果 你拿走行吗 这 这苹果现在两块二一斤啊 大姐你知道吗 这不强买强卖吗 啥玩意 强买强卖 我这 我这苹果现在两块二一斤了 大姐 就三十吧 啥玩意三十 不不不不不 五十块钱 你这少运本钱你别走啊 你就照顾照顾我吧 你到底给是不给啊 那这样呢你 各位大叔大妈大姨大婶 你们给评评理啊 我这起早探黑 我摆个套我容易吗 行行行行行 行了给你给你 来看看 什么人呢你 都要这点钱 你能发家支付是咋的 啥叫发家支付 你把我套装成这样 还要你五十还多了 你真是你 你就多少点钱能付啊你啊 付不了 你就这种坏心 回来了 妈 她皮肤咋很坏呢 妈我看便宜就买了点了 咋子吗 没咋子 没咋子 没有没有 妈妈 咋子 怎么扶持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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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